如图 书线上A1表示1与1分之1的距离 A2表示1分之1与1分之1的距离 其余依此类推 则A1加到A10会是多少 这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呢它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取例来给大家看 这个你看一下A1加A2 题目叫我们这里写A1加A2 A1加A2是不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对不对 对不对 A1加A2是这样子 可是A1加A2 是不是也就代表这个1减掉这个地方 就会是A1加A2 1减掉1分之1 那么如果说是A1加A2 再加上A3呢 它会变成1减掉1分之1 A1加A2加A3再加上A4 A1加A2加A3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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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到A10 它会是1减多少呢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3会比2多1 4分之1比3多1 5比4多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写什么 我们要写比10多1 叫做11分之1 意思是说 这题它只是叫我们算一下 1减11分之1 所以是11分之11减1 会等于11分之10 好 有没有觉得这题很简单 并没有像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对不对 这题你要是刚开始第一次做 你可能要想的比较久一点 如果说你碰到过一次之后 下一次就知道怎么做了